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我的一位属灵的导伴 她是一位国内的姐妹 那我怎么认识她呢 她来到香港参加恩福的崇拜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三福出队认识了她 那这位姐妹呢 她自己九几年的时候呢 因为婚姻出了问题 然后近身出户 带着当时还只有几岁的女儿 就离婚了 然后一个人带着孩子 那在这个当中呢 有一对的宣教士的夫妇 接触了她 跟她传福音 她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呢 她就加入到 先进入了三字教会里面去学习圣经 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她觉得不够喂养啊 然后和一批弟兄姐妹 就从三字走了出来去建立了家庭教会 她打开了自己的家 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位姐妹 因为她真的是 我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件事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也知道她近身出户之后 一个人带着女儿实在不容易 那信了福音之后呢 那生活还是得继续过的嘛 那她要努力地工作 供养女儿 她一直用神的话语教导女儿 女儿慢慢成长 现在已经是 也做了母亲了 那当时呢 发生了一件事 令我很感动 那我认识这位姐妹之后呢 过了几年 她又一次来香港 她找我 她说 小贝啊 能不能帮我找一些三福队 就像你上次跟我讲三福一样 再讲一次三福 我说好啊 她说我决定带我女儿 还有我女儿的准男朋友 准男朋友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男孩子没姓主 那个男孩子没有姓主 但是为了母女之间的那个关系 她说我已经也跟她传福音了 都讲了 那女儿呢 也真的很喜欢这个小男孩 要知道在这个 现在的社会上 你要找一个爱主的弟兄 容不容易啊 在不姓主的范围里面 找个爱主的都不容易 找一个姓主的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找一个 能够爱主的弟兄 那他们就买了机票来了 跟我约好 好 那我就在香港接待她 他们又来到恩福的崇拜 我找了三个三副队 我们同时出 然后那个准男朋友 就是我帮他出队的 我们也找了几个跟他出队 大家想出队之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当然了 很期待他能信主 对不对 没有信主 告诉大家 没有 但是 这个小男生是一个很 很谦虚 他愿意听 也愿意跟那个 女朋友 当时的女朋友 跟着那个准的叫丈母娘 来到香港这样听 但是之后呢 他们回到内地之后呢 我过了几年 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 她说 信主了 流泪撒肿 必欢呼收割 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后来这个男孩子信主了 然后他们举行了婚礼 现在已经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小孩子 小外孙 小外孙呢 取了一个名字 哎 很可爱 取了一个单名 叫奔 你们肯定想哪个字啊 奔跑的奔 向着标杆奔跑 然后又取了个英文名字 叫什么呀 叫Samuel 这个小孩子可聪明了 我见过几次 每一次他回到幼儿园呢 特别多话语的 老师问他 你的名字那么奇怪 他会讲一堆 然后问你的英文名字 很多的英文名字 你为什么叫Samuel 其实在这个 不是很多的 我们在信仰的群体里面 可以听见 他又可以讲一堆 做了一个见证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回到斐利比书第二章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 十二和十八节的经文 如果上一次有听我讲 那个斐利比书这一段的呢 就是保罗呢 是在罗马被软禁等候的时候呢 他写下了这封 这封的书信 并拆派以巴伏提弟兄 将这一封的书信 带回到斐利比教会 要记得 斐利比书这封信 特别强调的一个特质 就是什么 在基督里的喜乐 在二章十二到十八节的 上一部分的经文呢 是讲到以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作为例子 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 今天的这段经文啊 一开头呢 也是从顺服 讲到斐利比教会 素来是顺服的 这里开头讲顺服 到十八节结束的时候呢 就会讲喜乐 让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的经文 先是十二到十三节 好 我们一起开始 所以让我们看来 我亲爱的兄兄 你们说的事 难道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是这样 现今我赛 你们一要顺 就当 参加上着的 做成自己的旧恩 是 每次的 首先 自己的美意 就在你们里面 通通 使你们可以 一致和其事 好 顺服开始了 对不对 那这样看来 那经文的 成上 起下 就是上面和下面开始 它是 上面呢 就是以基督 谦卑顺服 为一个基础 保罗再一次 发出了一个呼吁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我所亲爱的 你们素来是 顺服的 保罗在 斐利比 教会 在他们那里 成立了 成了斐利比信徒 顺服的动力 不过最重要的动力 还是 因为 神自己的工作 如果 我们 或许还记得 在斐利比书 第一章的最后呢 保罗就已经 呼吁 斐利比信徒 要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 福音相称 一章二十七节 是这么说 他说 无论我来见你们 或是不在你们中间 都可以听到 你们的情况 就是你们有 同一的心志 站立 得稳 为了福音的信仰 齐心 努力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样看来 我所亲爱的 你们素来是 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 那里的时候 是这样 现今我不在 你们更要顺服 但是后面半句 大家留意 就应当 恐惧 战精地 做成 自己的 救恩 保罗 保罗为什么说 做成 自己的 救恩呢 你们会不会 有疑问 得救是 靠自己吗 靠行为吗 那保罗说 这句话的意思 是什么 想表达什么 首先肯定 在这里 保罗不是讲 靠行为 可以带来 救恩 不是靠行为 这个观点呢 在保罗其他书信当中 都是非常清楚的 在之前 普通话团记有查过 罗马书当中 就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信息 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都是必须借着信心 得称为义 并非出于行为 在保罗书信里面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二章十六里面 也这么说过 人称义不是因律法的行为 而是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也是信了耶稣基督 为要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律法的行为称义 因为凡血肉之躯 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称义的 因此 保罗说 做成自己的救恩 大家就要明白 这不是关于个人得救的经文 而是一段 而是两句 关于基督徒过 成圣生活的经文 说到我们基督徒 如何在世人的面前 在信徒的整个的群体当中 生活当中 将福音所带来的救恩 彰显出来 行出来 将救恩行出来 正如保罗所讲 救恩就是透过信徒 每天过成圣的生活 而这一切 成圣的过程 都是神 恩典的礼物 好 既然 大家明白这一段 那为什么保罗 要斐利比信徒 是怀着恐惧 战惊的态度 去达成成圣的功夫呢 为什么呢 我们看何修本 对十三节的翻译 我们一起念 是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这个翻译更贴 贴切 因为 人之所以要恐惧战惊 是因为神在人心里面运行 神赐能力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 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 那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 侍奉的态度 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 存着顺服 敬畏的态度来做成 我们能够这样 正是因为神 自己在我们里面动工 因为是神 在我们心里面运行 他的动工 是我们努力工作的一个基础 也是我们努力工作 我们努力工作 也是回应神 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这两节经文 指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教义 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 是神自己的 美意和工作 从开始到结束 我们要恐惧战惊的做成 恐惧战惊 如果更贴切的翻译 是一种敬畏上帝 并顺服其旨意的一种态度 敬畏上帝的态度 在我信主到现在 经历了很多的 我们有不同阶段的服侍 成长和侍奉 在我侍奉的当中 我留意到 我留意到整个群体里面 有两种的侍奉态度 你们听听看 例如 有的弟兄姐妹 在服侍的时候 什么都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自己去做 一点点都不敢松懈 不敢放松 恐怕哪里做错了 做得不够 或者是做得不好 一种的心态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全然地交托给神 反正呢 这是神自己的工作 神一定会怎么样啊 托着的 自己能够做多少 就做多少 好 我们想试问 这两种的心态 你认为 哪一个和神的心意呢 一个 努力努力拼命地做 怕做得不好不够 怕做错 还有一个心态就是 全然交托 反正是神自己的工作 我做不做都是神的工作 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你认为 哪一个和神的心意呢 其实这两种的态度 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 首先 反而是 我们去思考 省察在神面前的 侍奉态度 以敬畏的心 去服侍 一个侍奉的态度 在我初信 没多久的时候 被邀请去做 第一个服侍是什么 我们很多 初信 你第一个服侍是什么 最简单的做 不简单的 不能说最简单的 服侍没有简单的 都感谢主 做私事 那个时候 我记得18楼 还在崇拜 普通话的崇拜 做私事的服务 做私事 容易不容易的 要早起 今天早上 你一定要早起 对不对 你要比 其他的弟兄姐妹 都要早到 要预备很多前面 后面很多的东西 然后 我当时做私事 最困难的一个 我并不是早起的问题 我最困难的一个就是 因为你知道初信 刚信主 那个没信主之前 这个脸老搭啦 像苦瓜脸一样的 对不对 笑不出来 笑不出来 然后你做私事 你要让弟兄姐妹 有一个回家的感觉 那这个第一个学习 其实我在家里 学了好久了 要学习微笑 然后也不能 皮笑肉不笑 不能 哎呀 学了很多 学习微笑的功课 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 神的家 属灵的家 你爱慕这个家 不是我 哪一些地方 做到好与不好的问题 而是一个什么 侍奉的态度 以敬畏的心去侍奉 接下来 我们继续地看第二段 第一部分是 刚刚我们第一部分讲完 讲第二部分 将敬虔活出来 那不如想邀请大家 念这一段的经文 开始 谢谢 谢谢 保罗接下来说 无论做什么 这句话呢 是一个命令 而且是一个 现在时态的命令动词 那究竟讲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现在继续不断地 都要做的一件事 而且命令要做的 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好 我们看一个对比的图案 保罗其实在这里 他劝诫 不要发怨言 不要恶意地起争论 什么是发怨言啊 你有没有发过怨言 我有过 一定有啊 怨言是什么 背地里的交谈 低语 起争论呢 起争论的解释 可以是想法 意见啊 辩论啊 但是这里的争议呢 它是一个恶意的争论 所以保罗在这里 是命令 菲利比的弟兄姐妹 要知道 要知道在之前的经文 保罗就一直在劝诫 菲利比信徒 要怎么样 要合一啊 我们知道之前 他一直在讲 要合一 要顺服 那这里看见 是的 可能在菲利比教会里面 发生了 有 有什么 有怨言 有争论 针对一些的教会领袖 带领者 那好 考考大家 思想一下 我们 什么时候 最容易跟别人起争论 你想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 最容易 和别人起争论呢 就是 当我们觉得 自己的想法 看法是对的时候 我是对的 那反过来说 就是 你是 错的 我已经有 既定的立场了 我是对的 所以当别人 在讲他个人的 看法观点的时候 已经根本 听不进去了 我在随时的准备 只要他一讲停 然后我就怎么样 一有机会 就跟 见缝插针的辩论了 不接纳他人的意见 而且 我在话语上 一定要赢他 这个举动 就会破坏 肢体之间的关系 破坏了 教会的合一 而这样的事情 正正的 就在 菲利比教会 发生着 因为我们 之前的经文 有讲过 人人都只顾 自己的事嘛 不顾 其他人 不能够同心 破坏 破坏 合一 菲利比信徒 当时 可能真的是 埋怨他们的教会领袖 就像以色列人 埋怨 摩西一样 如果听到埋怨 这两个字 大家会不会 旧约里面 摩西五经里面 出来很多 以色列人的埋怨 在进入 以色列人 进入旷野之后 常常对谁 发埋怨的 摩西 口渴 没水喝 跟摩西 发怨言 肚子饿了 跟摩西 发怨言 马拿吃够了 想吃肉了 跟摩西 发怨言 发现敌人强大 自己无法战胜的时候 就向摩西 发怨言 保罗在 斐利比书这里 他命令信徒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发怨言 不要起争论 好 刚刚的经文 那一句 带出了一个目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 在这弯曲 怪谬的世代 如明光照耀 证明他们是 神的儿女 无可指摘 纯真无邪 无瑕疵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怎么样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呢 无可指摘 纯真无邪 没有瑕疵 这三个是一个碟词 都是讲一样的事情 保罗也描述了 神儿女的 必有的生命的素质 无可指摘 没有什么可以怪罪的 没有缺点 没有瑕疵 纯真无邪 诚实无伪的 没有混杂的 没有瑕疵 无污点 无瑕疵 无过失 这一些都是神儿女 必有的生命素质 这些的素质 恰恰跟这个世界 弯曲 乖谬的世代的人 是相反的 而且经文说 神的儿女怎么样 会发光 世界的光 光明之子 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 并且会为当代人 带来盼望 马太福音 五章里面 就有一段描写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纯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了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父 我们都信主 一段时间 有的可能出信 有的可能已经 信了一段时间 有的可能是 几代都是基督徒 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的 见证如何呢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 见证如何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家人 为信主 是不是啊 我信主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难题 就是要学习 饶恕的功课 这个是我最大的 生命的突破 因为我父母离婚之后呢 父亲就离开了家 母亲就带着我 跟妹妹两个人 我三个人过 后来他们离婚之后 没多久呢 母亲就离世了 那就剩下我跟妹妹两个 当然我们 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成家立业 因为母亲 他和父亲的婚姻失败 还是因为他们两个性格 实在不能在一起 那母亲一直忍受到父亲 到我跟妹妹结婚 陈嘉丽业 她觉得她的使命完成了 就提出了离婚 然后离婚后两年 她就因为癌症离开了 当我信主之后 我第一个提出了 我跟妹妹说 我们不如去找爸爸吧 十几年没见了 我想 我信主了嘛 上帝都已经原谅我 接纳我这个罪人 我没有理由不接纳我的父亲 虽然曾经是那么的痛 那后来找到了父亲 找到了 感谢主 那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说 我想来香港一次 看看你的家庭 你的生活 看看你的两个孩子 那把父亲接来香港 一起生活了十几天 带他 当然了 一定要带他来恩福堂崇拜 他初初坐在那边 那个时候还在十八楼 坐在那边 他很不自然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的背景 然后他听 普通话听得懂 他不自然 那我也找人 跟他出三福嘛 跟他讲信仰 然后一直没有 但是他临走的那一天 直通车回上海 那就在恩福十八楼崇拜之后呢 有一位姐妹 我们很多人都认识 小童阿姨 我一直叫她小童阿姨 跟她传福音 然后父亲就信了主 我知道那一刻父亲是真信 虽然他回到上海 没有教会 没有什么 但是他是信主了 他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 其中有一句话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他说 肖贝啊 虽然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但是好像你不是以前的那个肖贝了 他讲了这一句话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应 我就很尴尬的 是啊 你十几年都没见我了 当然不是以前的那个了 我知道他指的不是以前的那个 是我没信主的我和信主的我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道这个字翻译就是话语道理 那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十四节当中 这个道直接指向了耶稣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坚守 持守生命的道 简而言之 最简单的一个讲法 就是福音 好消息 将福音真道 虔诚地活出来 持守福音 而活出生命的道 信徒彼此切实的相爱 来持守福音的道 见证耶稣 见证我们都是神 无瑕疵的儿女 保罗说 你们要在这世代中 发光啊 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 明光照耀 弟兄姐妹 你身边的人 你接触的人 能看见你生命里的 那道光吗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这样保罗说 在基督的日子 可以引以为傲 就是腓立比信徒 他们生命 成圣 成长的灵命 保罗就可以引以为傲 把生命的道 写明出来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 可以夸耀 我没有空袍 没有徒劳 空袍是什么 他说没有空袍 空袍就是没有果效的 没有效率的 徒劳无功的 达不到目标的 奔跑与努力 保罗说不是这样的 没有徒劳 徒劳是什么 不疲累 疲倦 没有劳苦 不但如此 保罗继续说 他说什么 即使 把我交电在你们信心的 祭物和供奉上 我也喜乐 下一张PPT 并且和你们大家一同 怎么样 喜乐 照样你们也要喜乐 并且要和我一同喜乐 这两节的清文 出现了一个词语 几次啊 有四次之多的是什么 喜乐 喜乐 两次是喜乐 两次是一同喜乐 保罗在最后 他也用了自己 成为一个例子 希望斐利比信徒 效法他 以满足神的心意 满足神的喜乐为目标 其中有一个词语 交电 交电这个词语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 只出现过两次之多的 第一次呢 是在提摩太后书 四章六节那边 他说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 到了 保罗说什么呀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 到了 这节经文 大家可能不是太熟 是不是 但是有接下来的经文 你们一定很熟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索性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用这个词语 去形容他自己 因为保罗就快要训到了 第一次在提后四章那边用 第二次就在今天 菲利比书的17 18节 二章的17 18 训到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受苦本身不是一件 有趣快乐的事 但保罗即使是在苦难中 仍然能够找到喜乐的理由 菲利比信徒也当如此 要常常靠主喜乐 一同喜乐 将喜乐显现出来 要记得 菲利比书这封信 特别强调的一个 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 来到今天最后的总结 如何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呢 第一将救恩行出来 侍奉神的态度是什么 以敬畏的心 与神通工 第二将敬虔活出来 听命神的教导 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 好像明光照耀 第三将喜乐显出来 直逃神的喜乐 与神 与人 同行 同喜乐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降悲 感谢你 感谢你成为我们最好的 学校的榜样 求主帮助我们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抱怨 不争论 活出神儿女的那道光 那道明光 以敬畏的心 与神同工 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 与神与人 同工 同行 同喜乐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谢谢主 听孩子们 在你面前的祷告 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